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个学习重点 第三个学习重点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去学习贩处的计划 在学习这个重点以前 同学请要有一个概念 什么是贩处 贩处就是指一个什么 贩卖促进 所谓的贩卖促进 就是为了促进业绩的成长 所做的决定 所以它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时间点 要做好正确的掌握 贩卖的促进 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点的周期 来决定商品活动媒体的整合 所以对于时间点的卖动 要有清楚的了解 第二个重点就是 针对时间点 随着年节性点跟生活形态 要有不同的活动设计 冬天一定是比较冷 所以在相关的商品的搭配 跟活动的举办 是不是要跟夏天不一样 八八节跟妈妈节 所组合的商品应该也是不一样吧 所以八八节跟妈妈节就是一种什么 年节性点 冬天跟夏天是不是就是一种生活形态 就像我们的女性的用品一样 冬天的话是不是要求保湿 夏天呢主要就是要求美白了 第三个重点就是针对我们本身的目标 与数据的分析 来决定我们行销贩处活动 资源的强弱跟调整 我们不可能的 人家做妈妈节有这样的绩效 然后我公司 我就跟着学做妈妈节 一样超过来 绩效也会会一样 那这中间为什么同样是妈妈节 每家公司的绩效不一样 主要的话就是 有可能你们家的产品 不一定适合母亲节的商品组合 所以贩处计划的思考 要有一个重点的学习 随时去了解自己本身的条件 选择自己应该搭配的节性 再根据自己的营业目标 做好规划 全力来做饭处的配合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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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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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